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明明实验室 今天我们不猜想 今天我们做一个小实验 前几年一个粉丝 前一段时间 一个粉丝 推荐了我一个小实验 手机闪光灯贴近气球 闪一下就可以把气球给闪爆掉 为了买这个气球跑了好多地方 后来去文具店买到了一些 超市都买不到 两毛钱一个 说实话我是一个比较怕吹气球的 我尽量吹大一点 在这边 我也要飞前面去了 这黄色的气球 跟我的背景 颜色重叠了 我们用一个红色的 这个气球感觉好小 我试一下贴近气球 没有啊 没有啊 再缠一下 还是没有啊 是我这个皮套挡掉了 把这个皮套给弄掉 小一样 这漏气啊 我有假的吧 这网上查的确实是 但是网上查的是散几下 要散几下 我们连续拍照 还是没有啊 难道我这个气球比较结实 现在稍微贴的比较紧一点 没有啊 难道是这个手机的原因 我换一个手机啊 不应该啊 这就尴尬了 实验到现在并没有暴大 我这个气球吹的也很足了 我再吹过一个气球 再试一下 不知道是不是我哪里出错了 我们现在用这个手电筒啊 这样闪烁的频率就快一点 这个贴紧它 假的吧 这样闪都不会爆炸 牛逼做的吗 我哪里做的不对 大家可以在下面评论一下 反正我看网上的粉丝介绍的是这样操作 用了两个气球 两个手机 各种闪 但还是没有爆炸 可能是这个气球比较结实啊 好了 今天视频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记得点关注 如果大家想看我视频 大家会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可以在下面评论和私信给我 好了 拜拜